马家三兄弟就在新窥见 哈喽 大家好 推新剧见利座 张明健的新推荐马上起 追求真理 现身革命 马家三兄弟用自己的智慧和热血 在抗日战场上和敌人此战道理 知道我姓君还肯跟我要钱 活腻了吧 出生入死打鬼子 是你两个烧兵怎么了 我们共产党的武装 绝不能干出欺压百姓的狗头 马上南身上是非常有山东人的 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美德的东西 谦虚 他跟共产党这边合作的时候 在作战这方面 他一定要多听人家的一些说法 建议 我只对打仗略之一二 所以这改变的事 还是由你来操持吧 他也很博学 从古至今的这些 什么孙子兵法的这些东西 他都懂啊 跟共产党这边的军事干部也好 参谋也好 对待作战当中 他们的这种 就是商量这种互补的东西 国采重场 拿出最好的方案 来对付敌人 冒充鬼子来打劫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 我带兵打仗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干啥 一个不了 全都给我毙了 二帝呢 在他大哥眼里边 我觉得就是野小的那种 做事比较冲动 比较鲁莽 戏里边跟这个马晓云 说话好几回 就是你跟三帝好好学学 三帝做事比较稳当 这个马晓云血一冲头上吧 这是不考虑后果的 以后这为人处事方面 你还得多向人添名学学 哎 哎 马晓云原来就是军人 由于他的这种 性格的这种因素 打仗非常勇猛 勇者无拒吧 也有一些这个打仗 成功的地方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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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快点 军分我们是几度合作了 他的功课 做得非常到位 他会一场戏 或者是某一句话 会设计好几个方案 他给导演去选择的机会 我跟他不同 我也可能会想三种方案 但是我到现场 我就呈现这一种方案 你导演 让我变 我再变 你不让我变 你拍三变五变 我还是就是这样 我经过琢磨之后 我认定了 这样可能是对的 准确的 我就会这样去呈现 从小到大 大哥你引领的事 肯定没错 啥事不是咱个儿仨一起 干大事 怎么可能少了我 三变是在大哥眼里边 就是非常聪明 非常重情重义的一个弟弟 非常懂事 把事交得给他去办 特别放心 你叫上进仙 去陪两个省政府的代表 吃顿饭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把他们关罪 这个人物呢 我给他标签 应该算是比较油滑 这种场面上的事 应该送吗 应该特别特别的灵光 他是经商的 在县城里边 搞了一个非常红火的客栈 他擅长类似于 后勤这一块的事情 筹钱呢 筹粮食啊 部队里一缺钱了 就请他三弟吃面 要钱 第一次吃面 他三弟知道 我哥请我吃面 是有目的性的 第二次吃面 哥 你是不是又想要钱了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 他直接他就说出来了 干嘛吃吧你 我吃什么呀 我吃不是结果不都一样啊 你直接说得了呗 反正好像一共吃了三次面 要了三回钱 吃啊 来把蒜 更香 张明健呢 是一个 特别特别儒雅的人 为人也比较谦逊 山东人 很善良 我的性格呢 他主要就是活泼和可爱 跟他俩完全不一样 齐江生活中也是情长高的现场吧 他就是调节气氛的 因为打压伙拍戏 确实是都很沉的 很把这个脸的那种那种 也出不来什么好东西 齐江就属于这个 特别调侃 特别闹 活泼 好了 三天的时光匆匆而过 张明健的新推荐 今天就要结束了 还请大家继续追看 一马三司令 我们下次再见